抑郁症 哪些人容易患抑郁症 自身原因 一是遗传和脑部神经创伤 二是能力和性格问题 即某些比较明显的能力 或者生理缺陷 并因此而自卑者 性格上有内向 偏颇 孤僻 悲观 多疑等性格倾向的 容易得抑郁症 外界原因 主要是工作节奏紧张 竞争压力过大 生活遇到较大困难 婚姻和恋爱出现危机 或失败等 从而引发抑郁症 抑郁症的五个识别特征了 无原因突然疲乏无力 自觉懒散无能 甚至连日常生活 简单的工作 或家务活 依赖于应付 呆 动作减少行动呆幕 被动 思维迟钝 构思困难 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 理解力和脑功能明显紧退 变 性格明显改变 前后盼若两人 忧 忧郁悲观 意志消沉 无信心和活力 有万念具挥之感 心情压抑 苦闷 对外界一切事物缺乏兴趣 并感觉有许多身体上的不适 虑 多思多虑 焦急不安 胡思乱想 坐立不宁 或是一筹莫展 常常自责 且自卑 一般而言 久至难愈 或是原因不明 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失眠 可能是抑郁症的重要信号 有的抑郁症患者 虽感觉身体不适 但生理检查会显示他们在身体上试完 全健康的 各种身心疾病皆会引起抑郁 更年期 老年期 妇女月经期 都可能出现抑郁 就连正常人平均一年患六次感冒 如果是重感冒期间 病人也会出现抑郁 自卑的心理反应 此外 75%的抑郁症 是由各种精神压力造成的 抑郁症为何会导致自杀 第一 此症随着现代人竞争剧烈 心理压力加剧有上升之势 所以应尽量缓解心理压力 第二 抑郁症急已发生自杀 尤其发生在更年期 因心理压力加生理压力 双重压迫更容易产生绝望 第三 抑郁症多数阳虚 阳气低落的人 可酌情用服阳液气的药 以诛阳气 第四 气候因素 如令人郁闷的天气 心理因素加生理因素 犹如三座大山鸭在患者身上 于是在阴霾天急已自杀 治疗方法可按照运气气化 用一干的药以振奋生机 切不可忘用疏干 以免犯重虚之物 第五 抑郁症多数 阴胜阳虚 要注意抚羊义音 要常去人多的地方 参加一些娱乐活动 因为人多羊气盛的缘故 第六 多吃补羊义气的食品 少吃阴胜的食物 抑郁症的保健 第一 因是七情创伤引起的 要进行心理治疗 中医认为可由干预发展为 五脏育 气育 血育 湿育 痰育 热育 血育 食育 发展到六育 就病入高盲了 所以必须早期治疗 早期疏导 第二 半精神病症状的 如枯 神情怪异 要查家族遗传史 并就诊 精神康科医生 第三 有气候影响的 如在沐浴的阴霾天气 抑郁症往往加重 可按照运气气化 第四 若上述人因都不是 要考虑现代提出的一个病因观点 即病毒感染大脑 那就请就医检查 第五 可常服灵芝 蘑菇 酸奶 豆浆 有一定作用 如何防治抑郁症 一 放松是预防和避免抑郁症的最好途径 放松的目的 主要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二 专家认为 一个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都要随时调节自我情绪 培养自己乐观扩达的心态 这是避免患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给生活和工作压力大的人多一份关爱 使更多的人避免患上抑郁症 这是对全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生活环境的和谐 能够防止抑郁症的产生 晨光中散不可解抑郁抑郁症患者 或者当你有精神维米 疲乏 大脑反应迟钝 急昏昏欲睡等症状时 不妨经常迎着晨光散不护脉跑 即使在晨光下多待些时间也好 研究分析在医院近三年来住院的602名抑郁症患者中 那些住在病房窗户朝东的患者总比病房朝夕的患者平均要早四天出院 研究者分析认为 这一结果与患者能获得更多晨光照射有密切关系 有报道 在抑郁症高发季节 接受阳光照射 有助于抑郁症病人的症状改善 然而 本项新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接受清晨阳光的沐浴效果会更佳 如果 患者能每天清晨在户外长时间散步 将会加快换起新晨代谢功能 进而有效缓解抑郁症状 专家解释说 晨光之所以对抑郁症有效 是因为晨光能抑制体内退黑素的产生 退黑素的多少决定了新晨代谢的活动 此外 接受阳光照射还有助于人体血液中血红蛋白 钙 磷 酶等含量上升 这些综合效应对改善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 有关专家提出 抑郁症患者 或者当你有精神违米 疲乏 大脑反应迟钝 急昏昏欲睡等症状时 不妨经常迎着晨光散步户迈跑 即使在晨光下多待些时间也好